欢迎收听杨继绳著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第七章 回流 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第二节 南国卷起邓旋风 由于陈云帝阵线的抵制 邓小平1991年春节上海之行以及发表的讲话 不仅没有产生作用 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还在继续倒退 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 但如何看待苏联巨变的教训 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 改革派认为 苏共的失败在于一党专政 在于没有民主 在于没有搞好经济改革 而传统势力则认为 苏共的失败在于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 在于没有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自陈云 1989年9月8日 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时说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失 从历史事实上看 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 过去主要是武的 后来文武并用 现在用文的突出起来 文的包括政治的 经济的和文化的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已经过时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非常有害的 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9月16日 陈云致信薄一波 宋任琼 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送上了最近给李瑞环的谈话 以及1987年同赵紫阳胡启丽的谈话 苏联巨变使得陈云的大呼特呼 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 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 这一段时间的报纸 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 中央党校也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学员是省委书记和部长 在这段期间出现了毛泽东热 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宇陆哥 又在社会上弥漫着 只是把原来的那种战斗旋律 改为了轻音乐化的旋律 这实际是改革受阻以后 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彷徨 而左派们却利用这个机会借机还魂 重新记起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理论 不仅在中央党校举办了 省部级干部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处境和政治态度怎样呢 1989年5月30日 江泽民奉调秘密进京 在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接替了赵紫阳的职务 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 实际上是李先念听取了陈云的意见 邓小平也同意 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 是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的一种妥协 十三届五中全会上 即1989年11月 邓把军委主席的职务给了江 但留了一手 让他信得过的杨尚坤 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让杨尚坤的弟弟杨白斌 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 这说明 邓小平对陈云阵线提名的江泽民 还是有一定的保留 还想再看一看 杨尚坤不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 在军队里也有很深的关系 杨尚坤和邓小平1932年相识 60年来关系一直很好 深受邓的信任 早在1981年7月10日 经邓小平提名 杨尚坤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任命的前一天 邓小平对杨尚坤说 军队的问题较多 你到职以后要多调查研究 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 再拟几个制度 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 同时要设想五年内 把这支军队建成什么样子 以后又怎么办 可见从1981年开始 杨尚坤就替邓执长军队 1982年9月 十二届一中全会上 杨尚坤被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军委不设常委 日常工作由秘书长 副秘书长处理 杨尚坤在军队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1987年10月 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 杨尚坤继续担任 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8年4月 杨尚坤被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他的政治分量更重了 1989年11月 十三届五中全会上 邓辞去了军委主席 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 杨尚坤为军委第一副主席 协助军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次会上 杨尚坤的弟弟杨白斌 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江泽民虽然是军委主席 但由于自立前 没有军中的经历 只能够听命于杨氏兄弟 而杨氏兄弟是听邓的 也就是说 邓虽然不当军委主席 但是对军队还有着绝对的控制力 江泽民的地位 既然是邓、臣、政治妥协的结果 一旦妥协的条件改变 政治妥协就会变为政治对质 江泽民就会夹在两座政治山峰之间 备受煎熬 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 已经清楚地摆在他的面前 在北京政治风波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 江泽民临危受命是很危险的 对于突然的升迁 他家里没有喜悦和兴奋 却有着无名的恐惧 据接近江泽民家庭的一位记者对我说 江泽民奉调进京的时候 夫人王也平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当时的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 把他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 他只能够权衡左右 在两个山峰的斗争中见机行事 哪边力量大就倾向于哪边 在六四以后 左边不仅力量大 而且十分活跃 江泽民就说了一些左边喜欢听的话 做了一些左边喜欢的事 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某些违法行为 他提出的处置办法是 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 他几次重提毛泽东说的 多年没有人说的 这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话 两把刀子是毛泽东在1956年八戒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 毛泽东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 一把是列宁 一把是斯大林 他批苏联修正主义者丢了两把刀子 强调中国不能够丢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纪念会上 江泽民在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 他说 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 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知识界对这句话有不寒而栗之感 按照他这么说 资产阶级自由化再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了 他在中央党校开办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他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并且在湖南搞了试点等等 这些有的并不是他的主意 但是必定有他这位总书记的同意和支持 江泽民的这些表现 邓小平当然不满意 不放心 两个基本点这架天平过度的向左倾斜 使邓小平深感不安 在他88岁高龄的时候 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 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 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 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的铭刻在他身后的历史上 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 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 他没有任何职务 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 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 是秘密南巡 他谈话中的有些内容 是批评在台上的人 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 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 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 他对身边的人说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我要冒一冒险 不冒一下 什么事也别干 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 视察了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 沿途发表了很多 真扁实弊 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 首先针对党内想把一个中心 即经济建设为中心 变为两个中心 即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两个中心 那种思潮 他反复强调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 并且警告他们 谁想改变这个方针 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 关键是要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 拥护你 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 方针 政策 老百姓不答应 谁就会被打倒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 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 使人民高兴 举世瞩目 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 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 谁变 也变不了 说过去 说过来 就是一句话 坚持这条路线 方针 政策不变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 肯定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 一变就人心不安 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 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当然 随着实践的发展 该完善的完善 该修补的修补 但总的要坚定不移 即使没有新的主意 也可以 就是不要变 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有了这一条 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 原来说是要讨论 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 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 放弃了原来的议题 重新肯定了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 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 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 缩手缩脚的行为 为改革者壮胆 他回击了两个改革官的指责 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 信资还是信赦 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就大胆的是 大胆的闯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 劲儿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卖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 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要害是信资还是信赦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 是否有利于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 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深圳的建设成就 明确回答了 有这样或者那样担心的人 特区信赦不信资 要敢闯 往哪里闯 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 最敏感的禁区 市场经济 而在这之前 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 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 邓小平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 有没有危险 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 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 但要坚决的是 在这里 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灭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 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 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 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有些理论家 政治家 拿大帽子吓唬人 不是右 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色彩 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 一下子就被他们搞掉了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左 谈到经济特区 邓小平说 对于办特区 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深圳的建设成就 明确回答了 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 特区信社不信资 回过头来看 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 没有加上上海 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 整个长江流域 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 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大家都记得 当年陈云批示了 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 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 大家也记得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 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的太多的限制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 我的一个大失误 是明批自己 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 但不是没有底 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 但是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 执掌军队 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 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着军事按钮 邓在深圳期间 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 香港大公报 1月23日报道 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加职务员动手直戍 1月27日报道 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 1月28日报道 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世荣 如影随形 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 杨尚昆也到了上海 除夕 邓阳两个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 共迎春节 明眼人一看便知 邓阳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 是显示邓的力量 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 在这期间 杨白冰又提出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这个说法虽然使杨家得罪了很多人 改革派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 但是对于反对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人来说 不能说没有震撼力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 做了充分报道 可内地的报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 在北京 从广东 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关于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 春节期间探亲访友 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 大家很注意南方 很多人在传阅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 人身圆日感怀 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 2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 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 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相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 当作喜讯来传播 但是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 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 他说的这些算数吗 也有人说 邓小平背着中央 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邓在南巡讲话中有批评江泽民的内容 1992年4月 邓小平在视察首纲时讲到 朱镕基懂经济 不服气不行 还说对朱镕基启用晚了 有人猜测 邓是打算用猪来换江 江当时也感觉到不妙 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报告乞讨班子时 起草者看到他情绪不高 面色不好 还对起草者说 报告一定要写好 不管十四大谁来做这个报告 他是总书记 还会有别人来做这个报告吗 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 江泽民话中有话 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 但是邓换马的想法 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 陈云明确表示 江里体制不能变 薄一波说 事不过三 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 指华国锋 胡耀邦和赵紫阳 面对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 江泽民不得不重新权衡左右的力量对比 江泽民最终还是站到了邓小平这一边 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2月28日 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 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 下发到县团级党委 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 中共中央认为 这个讲话 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 对开好党的十四大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月9日至10日 江泽民在北京 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全体会议 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3月11日 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长篇新闻 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 向全民通报 当时人们猜测 这次会议结果 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 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 是不是还有什么保留呢 呼吸的 开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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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表